下一个阶段的演讲 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 潘移科技董事长 李明李董事长 为我们发表创新医疗服务 建立智慧城市 让我们用掌声来欢迎李董事长 电子时报的黄清永 黄总经理 严华科技 柯震 刘董事长 我这辈子应该感谢的人 另外大同股份演员公司林卫山李董事长 还有各位来宾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上午好 今天很高兴来参加今天的论坛 前瞻智能产业的论坛 大家一起在分享的是 智慧联网应用与智慧程式的竞争力 那典为这个产业的一份子 那么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跟各位分享 也跟各位报告 有关于在创新医疗服务的我们的努力 还有在我们的经验 另外一点 透过这样的模式 如何建立我们的智慧城市的一个概念 由于台湾是一个PC相当 应该是世界上最好的 或者最厉害的 或者最有竞争力的一个国家 那IT行业在台湾是世界知名 而且是首名的国家 那如何利用PC的经验跟人才 那么不断地让PC的这个行业走入自动化 那过去这二三十年当中 自动化已经普遍地应用在各个的工厂当中 那如何把自动化这个部分 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不只是智慧化 不只是自动化 那如何也能智能化或者是智慧化 不只是让它自动地运作 能把资料收集起来 那跟我们的生活结合在一起 那今天跟各位报告的部分 那刚刚上一节 也有几位来宾报告了 包括桃园航空城 当然也包括了 报告了这个智慧的联网的部分 中华电信 那也报告了这个智慧照明等等 那这都是属于智慧化的一部分 智能化的一部分 那今天呢 我跟各位分享的是 在如何创新医疗服务这一块 我们做了哪些努力 跟各位分享 我们看到了创新医疗的机会 包括上面所显示出来的 不管是在脑龄化的社会 或者是医疗 保险 全民健保 乃至于健康意识的抬头 科技日新月异 刚刚也跟各位报告了 台湾不只透过电脑 或者是工业电脑 乃至于智慧医疗 那么成为建立智慧化的城市 透过我们的努力 我想也有一天 我们可以建立我们的智慧城市 让智慧城市形成我们的生活 形成我们社会 乃至于国家的竞争力 那有这几个 还有各国政策 相关政策的这个配合 包括政府的六大新兴产业里面 也有健康照护的这个部分 当然在 由于科技的进步 所以呢 因为科技的进步 可以像一些医防医学的 预先防范 跟有些症状的被处理 都形成可能 当然一方面也是社会的需求 因为老龄化的问题 各位可以看得到 在老龄化这一块 在2000年的时候呢 我们65岁的老人有6亿元 到了2000 2050年的时候呢 大概有20亿的老龄人 在这个社会 到了2050年 可能小弟也不在了 那么在台湾的平均啊 有这些的一些现况 所以老龄化的问题呢 成为我们在医疗 创新的机会的原因之一 那我们医疗现况 医疗需要一些整合 我们的现况到底是哪里呢 那科技能够协助我们什么 我刚刚提到了PC 或者提到了IPC 或者提高了医疗 智能化的问题 那我们看到了 不管是从 多重医药的整合 这上面当然我们看到了 从台大的统计呢 有31%的老龄人 他有使用5种以上的药物 那这些药物 如何去把它整合起来 第二个部分是身心灵的整合 包括身心 这些疾病的治疗之外呢 也能够透过生活的功能 跟品质的改善 当然更重要是 左边各位所看到的 就是做同疾病的整合当中呢 就是医疗团队的整合 就是我们不管从生理 心理啊 社会各个层面来看 那么我们看到了 许多素质出来了 我们如何把它整合出来 那么再跟家庭做结合 就是现在大家经常听到的 这个居家照顾的部分 医疗创新 那科技改变了我们什么呢 过去在医疗里面 我们的手写病例表啊 是用手来写的 那透过了可移动式的电子病例表 可以达到了以下一些效果 手写病例我们可以知道 因为它的每一个人写的并不一样 字体不同 内容的撰写 时间的压力 诊断的时间的 诊断的地点 时间的压力等等等 都形成它的资料 只能是片段的 那透过医疗智能 或至于电子病例表 可以让这件事情成为可能 那它所产生的效果 可以在多重显示 跟人工智慧的辅助 能够做一些判读 当然更重要的是 它不管在任何地方 都可以做记录 那么还有 已经可以保证病人的安全 的加密 那这个部分呢 让这件事情形成可能 在医疗创新这个部分 那科技 医疗创新在科技带来了 有四大的改变 过去我们以刚刚跟各位报告的 用手写的方式 现在用移动式的电子病例的方式 那它带来了四个改变 第一个 我们过去呢 80%的医生啊 都在诊断 很容易诊断的东西 那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改变呢 可以让他更多的时间 在20% 比较不好治疗的病症 透过这个模式呢 过去医生呢 他很快就下了诊断 但是透过这样的模式呢 变成医疗自能的方式呢 可以让病人呢 可以利用观察他的趋势 而不是当下做了这个诊断 当然 医院集中化 可以慢慢地 透过这样的模式 可以做分散的医疗的管理 再来是 一个仪器一个设备 我们透过这个模式呢 可以记录 可以观察 这是科技带来的四大改变 当然医疗创新 我们从个体到整体呢 不管对我们的社会 对我们的医疗 乃至于对我们的医院 都产生了一些改变 包括医疗资源 药物控制 乃至于医疗网 对于长期病人的照顾 还有医疗区域化的追踪 乃至于医生素质 医生提升他的服务 跟资源的整合 刚刚提到了 政府也有六大新兴产业 希望政府有更多的资源 我觉得能够提升 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 也感谢电子时报提供这样的平台 让我们的产观学 在政府的蓝图之下 能够创造更大的价值 当然我们在医疗服务产业的发展蓝图上面 不管针对于服务的对象 服务内容的提供 跟服务的内容 都有很好的规划在我们的政府的蓝图当中 实际上公司也真正也实际做了一些食物的查访 了解一下医疗跟科技的整合 这部分我们举一个例子 这是更新医院 他们做的远距健康照护的服务 实际上他们也在执行 更新医院是全国第一家 推行经济部全方位老人 照顾医疗体系的叫YouCare的医院 从2006年就开始了 为国内的阴法族提供一些居家照护的服务 应该是国内比较相对于有在这个地方投入比较深的 在老人长期照护这一端 不管在家里 社区 长期照护 里长这边 也做了一些地点的设计保健站 目前了解之后有600个在会员 进入远距照护 医疗的照护 这是我们实际看到的一些成功的例子 这是一个整个 刚刚也有speaker提到 由社会的革新或者创新 到科技的创新 它也是互相相连在一起的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 就是说它透过远距的设备 把这些体重机 体温机 心电图 血糖机 跟血压机等等 血氧等等 透过蓝牙的方式将这些资料送到电脑中心 做一些透过网络的方式 那么也当然加上一些server的监控跟分析 那么来提供必要的服务 这是我们看到现在目前逐步在执行的 当然也有远距设备 这也是实况 也有远距的服务提供会员的家庭医疗的咨询跟服务 当然也搭配了医院的一些胸腔内科 营养师 糖尿病医师等等 做一些必要的咨询的服务 这些都是基础的工作 慢慢地能够成型 让我们的创新医疗服务往前迈了一大步 我们建立智慧化的城市 形成了一个养分 当然透过这样的模式 我们就把这个资料存在我们的server里面 经过了encoder decoder的方式 当然考虑安全跟传输 这样的话 透过我们的云端 把这些资料整合在一起 在不同的时间点的方式 跟多重医疗的方式把它整合 成为我们整个智能医疗的一部分 因为我刚刚提到了有这样的需求 社会有这样的期待 政府有这样的规划 技术基本上已经到了一个 可以达成这样目标的一个方式 它有这样新的技术的参与 产生了新的应用 聚焦到我们的医疗 就是我们的智慧医疗这一块 那么就会产生新的市场 对于我们来看 透过医疗 智慧医疗的服务 再加上我们的医疗的装置 建立了一些健康云的这样的一个应用 所以上面跟各位分享的是 台湾的健康云 所以在下面里面我们看到了 我们不管是在软体 或者是医疗讯息的整合平台 再透过无线感测网络 建立不同的云 这些云包括了保健云 医疗云 或者是照护云 形成我们的台湾云 这样的话整个架构的论述 跟执行已经得到充分的验证 关于医疗信息整合的平台上面 在医院里面从病人 在医院里面我们发现 他有几个主要的人物在医院里面 包括行政人员 医生 护士 病人 那他的行政工具里面 可能也有了救护车 或者相关的一些医疗设备 所以如何从医院 当你进医院的第一时间开始 从你的挂号 从你的医疗的kiosk 到deasal synergy 数位影像看板 乃至于它的有一些身色 来做你挂号上 给你充分的方便跟整合 当然回到了进到医院体系里面之后 不管从你的看诊 你的门诊 你的医疗 跟你的住院 都能够智能化 那这样的话 把一些讯息 而且不是一个短期的 我刚刚也提到了 它不是一个记录而已 它可以长期的记录之后 就可以长期的观察 能够做更好的判断 对于个人 再回到现实 手上去看医生的时候 他可能要到医院去的时候 看到很多 要拿很多的药 那这些药如何做有效的管制 或者有效的分配 每一个人体质 又不尽相同 所以呢 医疗讯息整合平台 透过这样的网路 internet跟networking的 这样的一个合作 可以让这些讯息 能够对每一个人 产生立即的帮助 这个地方提到的是 居家照护的一个概念 就是每一个家庭里面 不管是在个人的 体温 血压 血糖 甚至对这些主要 最长期照护的一些病友 那么心电图等 透过这样的远距的 生理量测 那么可以产生 透过网路的方式 经过一些分析 这是我们居家照护平台上面 所做的一些工作 医疗电子的发展趋势 我们也看到了 一定会走以下这几个方式 在医疗电脑的产品 来提供刚刚以上 所说的这些服务 包括可稀释 能够符合便利跟应用的方式 包括无线化 能够在每一个环境里面 它都能够无线化 让无线跟无线的商机 能够整合在一起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 每一个医院 它的系统并不相同 每一个医院 它的要求也不一定相同 所以如何客制化 我们的医疗电子设备 提供不同医院 它的服务 再来是人机界面 如何让病人跟这些设备 或者使用者 包括医生 包括护士 乃至于行政人员 跟我们的设备 能够觉得很便利 所以人机界面 也是一个考虑 再来是微小化 就是晶片的微小化 那么这一点 实际上也是 已经在执行了 这样的一个环境 让我刚刚跟各位呼应的是 日新月异的科技 已经让这个事情的成熟 变成可能 所以这边是做一个 整合起来 就是透过硬体 跟应用程式的整合 加上网络 那么提供必要的服务 可以让医疗 智慧医疗的服务 的这些资料进来之后 加上医生 或者医院体系专家的 判读的整合 从观察到累积这些讯息 那可以对每一个人的一些病灶 或者他潜在的病灶 预先可能的病灶 都事先得以防范 有了这些努力之后 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些装置 获得的一些资讯 定期的 而且自动化的 把他这个讯息给接收回来 那么也回报 你有些异常 在你生活当中 你有些数字是异常的 他自动地回报了你 当然也透过智能讯息 结合医疗人员的一些意见 刚刚Dr. Russell也提到了 就是说他的IoT的部分 就是如何在人系统 跟讯息的自动交流 提供一些预测的数字 那这些弄起来之后 就让城市医疗智慧化了 这是整个的架构 当然拉好之后 我们就有一个 Big Data的一个中心 那么做过一些分析 让这些资料 透过台湾健康云 或台湾云的这个模式 来让对每一个相关需要资料的人 相关需要的 从事医疗行业的人 得到了这些数字 做研判 在全球 我们得到的数字是 全球医疗电子的市场的预估 那么我们发现 在此刻开始 到2016年 一共有24亿美金的市场 在全世界 那我在三月份的时候 到了美国的纽澳梁 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医疗展 叫HIMS展 在纽澳梁 那么一共参观的人 一共有4万人 挤到纽澳梁这个城市 那参展厂商也很多 我想不管是从美国的市场 或者从全球的市场 还是从台湾的市场来看 这是一个前瞻智能产业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因为它跟我们的生活 跟我们的生命 是产生关系的 那不只是美国人在做 不只我们在做 我想这是一个趋势 愿意在这个地方 跟各位分享 那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百家真名 我们也看到了G1 它大概占它百分之二十几 的健康医疗部分 是属于他们的医疗 这一块的力量 这个数字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Intel 它也推动医疗共通的标准 有MCA的平台为大家做服务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 Quocom用无线的技术 进行行动的医疗 我们也看到了三星 也进入了策略联盟 那依法半导体 当然它也做了一些工作 它的医疗 2011年的营收 已经成长了20倍 都是在Helst Care这一块 当然也看到菲利普 它的Helst Care这一块 占它菲利普的39.2% 所以这是全世界的几个主要的厂商 都在做这方面的努力 医疗电子产品主要分成这三块 一个是居家照护 一个是医疗影像的系统 一个是临床照护 医疗照护大概占60% 医疗照护占12% 在医疗照护这一段 那么在影像处理这一段 医疗影像系统 大概占25.4% 另外在临床 医疗这一块占62.63% 那这样的话 它们每一个区块 在医疗电子 都以分别在6个% 9个%跟12个%的方式在成长 表示这个市场 因为有了商机 所以让互相影响 让社会的需求 跟科技的需求 两个做了整合 因为有了这个商机 就跟刚刚跟各位报告的 因为有了新的技术 对医疗电脑产生了革命 或者产生了创新 那就产生了这个商机 刚刚做这个事情 我们还有一些路要走 第一个 当然我们遇到的是 电源管理的问题 第二个 我们遇到无线技术的问题 第三个 有整合沟通界面的问题 如何去做一些整合 还有如何简易的UI 因为我们最后的使用者 他不一定是这个行业的专家 他不一定是这个设备的专家 那如何让他使用得很方便 而不畏惧 以下这四个事情 是我们在做创新医疗服务 或者医疗设备这一端 所要继续努力的部分 因为医疗的行为 可能不会在定点上 所以有可能会需要电池 在远距照护上 电源不一定在量测点上 所以电源管理 变成是重要的 当然还有很多的环境 包括对病人的 EMI的这些的考量等 无限的干扰 所以随时随地的能够存取 在场也有很多物联网的专家 也有很多无限的专家 我想大家共同努力 都希望把这个环境 这个目标可以实现出来 整合沟通的界面 如何把各个设备 能够整合起来 把医疗的medical device 把各种的data 能够整合在一个port上面 如何整合 还有通讯协定的问题等 那这些也是我们 现在要继续往前努力的 还有刚刚跟各位报告的 就是检疫的 这个使用者的医疗界面 让客户 使用者很简易地 能够清楚我们的这些医疗设备 这边也跟各位分享 几个成功的案例 逐步逐步这样的一个环境 被建构起来 这样的技术被慢慢地精进起来 那有一些成功的案例 在这里跟各位分享 这个是利用的医疗的设备 也是智能医疗的一部分 它用医疗推测的模式 让胎儿的生命得到 这些IO传到系统上 它有很好的绘图跟运算功能 把这个资料给整合起来 能够做一些分析 做一些分享 这是一个实际成功的案例之一 第二个是与维生系统做结合 那么做病患的生理资料 做完整的统计跟分析 那这个大量地使用在欧美 欧洲跟美国 一些实际上著名的音乐当中 那利用这样的一个维生系统 跟智能的医疗做整合 那这个产品也在我们电脑展 也得到了一些奖项 那这是维生系统的人机界面 这是属于病床资讯的照护系统 让病人在病床上 不管从他的这个讯息的取得 乃至于沟通的取得 能够得到的方便 那这样的话呢 也协助病人跟协助护士 跟医院跟医生当中 有一个很好的照护跟沟通的工具 那这也实际上用在欧洲的 一些著名的音乐当中 那这是实际的成功的例子 在这里跟各位分享 创新医疗服务 跟建立智慧城市 有以下一些看法 那第一个当然是医疗资源 有必要再重新思考如何重整 那么慢性病 它可能需要更长期的 那么定期去医院检查的 或者老年化的问题 能够转换成远距照护 节省我们的时间跟金钱 当然跟各位也报告了 因为它智能医疗之后 可以让单点的数字 变成全面性的数据 这个information 一个资讯 那专业的力量也进去了 它不断地累积这些经验 形成我们的智慧 那这样的话呢 可以从实物上呢 让医院呢 我们也看到了 刚刚更新医院 它已经有实验性的计划进行 我们也看到一些成功的案例 当然我们也跟各位报告了 还有一些技术呢 需要再突破 也需要政府的支持 再来从无线的环境来看呢 的部件呢 会越来希望它越来越简单 那么对于环境来说呢 能够我们也考虑到医院 它其实在乎的是安全性的问题 有一些安全性的data 那这一个部分呢 也是我们要努力的 那如何编制美丽的画布 在智慧城市当中 用我们的产品 用我们的这个创新医疗的服务 建立我们的智慧城市 那变成可能的 而且在这几年当中 一定会逐步的会马上实现 那我们也看到很多海外的企业 或者它的环境 也开始在使用这样的医疗设备 这样的医疗环境 让所谓的工业自动化 走向了交通自动化 走向了医疗自动化 那这个整合起来之后 来建立我们的智慧城市 让台湾这样一个岛 能够变成智慧岛 能够让这样的资源呢 在行销 在启动我们另外一个产业的创新 能够行销到全世界去 这样的话呢 可以让我们一点一点的整合 那这样的力量 我想是可以对于未来 我们要不管是对于我们的人民的医疗的照护 或者整个城市的建立 跟国家的竞争力 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提升 那今天呢 利用简短的跟各位分享 这几个实际的案例 跟我们所遇到的困难 还有呢 有哪些的技术 跟市场的需求 那无庸置疑的 透过新的技术的演变 跟产生新的市场 增加新的应用 那加上市场的推动 那也有成功的案例了 所以我相信 希望我们一起努力 能够为这件事情 能够创造出一些我们的价值 那今天的报告呢 就在这里跟各位告一段落 谢谢各位的时间 谢谢大家 谢谢 非常感谢李董事长精彩的演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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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